大會就進行了啦啦隊的比賽 勝出的還可以在東亞運動會期間進行現場表演 東亞運動會校制啦啦隊比賽各參賽隊伍都樂力表演 務求勝出比賽 希望這樣可以在12月5日至13日 香港東亞運動會舉行期間進行表演 表演隊伍在比賽進行期間 還不停地喊出東亞運動會的宣傳口號 隊伍之中有些隊員是應界會考生 他們要等考試結束之後才能夠開始練習 因此他們只有兩個星期時間準備 其中保良的董育體中學也是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他們的樂力演出 令他們囊括了中學組五個大獎 寶蘭局港育體中學的同學認為 勝出的原因是他們夠團結、夠合作、夠拼搭 另外大會還邀請到日本啦啦隊來表演 日本啦啦隊在國際上都享負盛名 他們高水準的演出 令到一班參賽的同學大開眼界 這次東亞運校製啦啦隊比賽圓滿結束 在東亞運舉行期間 大家就可以欣賞到他們的精彩表演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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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